好 對於凹面鏡的成像呢 我們再看一遍 很簡單 就是畫我們這個 光線的行徑的路徑 只要與光軸平行的 反射之後會經過焦點 通過焦點的 反射之後 會平行於光軸 所以 就透過這兩條 線我們可以找到 這兩條線會交在這個點上 所以這個就是 成像的位置 所以這個箭頭會成像在這個地方 那 這個箭頭的底端呢 當然都在這個軸上 所以當然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成像就是這個 倒立的箭頭 這個就是 這個成像的一個畫法 當然 光所走的路徑不是只有這兩個 平行光對不對 不是只有這一個 平行的或者是穿過焦點的 你也可以畫 第三條線 比如說第三條線呢 是直接穿過 我們的曲率中心 就是我們的曲面 我們這個曲面的 這個 曲面的這個球 球面鏡的球星 當然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這個曲率半徑R呢 的一半就是我們的焦距 所以 C的位置相當於是 兩倍的焦距 光線 穿過兩倍焦距 光軸的兩倍焦距處呢 打到這個凹面鏡 在反射的時候是 圓路回來 這很簡單 因為這個剛好就是球面的半徑 光沿著半徑走 當然跟這個 跟這個球面是 剛好是 垂直 剛好在髮線方向上 所以直接反射 入射光 就等於反射光 直接回來 所以你有一條線是 只要穿過C 穿過曲率中心 的這條 光線呢 是 直接反射的 你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看這個 我們看這個第四號線 是從這邊 發出 打到進心 打到進心的話很簡單 因為這個剛好就是 半徑的位置 所以 這個角跟這個角要一樣 所以就入射角 反射角就是 以這個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光軸做對稱軸的 另外一個反射線 很好 很容易就畫出來了 所以可以看到 第三跟第四的焦點 三號線跟四號線的焦點 也是在這個位置 跟用一二所決定來的是 同一個 成像的位置 所以 這些 都是告訴我們說 成像呢 是 是一個 單獨存在的 你不用擔心說 你用不同的 直線來畫成像的時候 會成像在不同的位置 不會的 那麼有很多 一二三四 四種 可能的選法 那麼 對於 凸面鏡 凸面鏡 我們叫做 convex mirror convex mirror convex mirror 你可以看到 也是一樣 我們的一號線 一號線 平行射過來 然後 反射的時候呢 就從 另外一側的焦點 直接延伸出去 另外一個 也是一樣 從這個 只要它 這個 會 穿過 這個 焦點的呢 它就會 反射後 平行於光軸 這個 也是一樣 如果 打在 進行 進行位置上的話 就會對稱 這個是剛好對稱軸 所以這個 兩個腳相等 如果 打在 對側的 這個 曲率中心的話 就會直接反射 所以這跟剛剛三四號線 是一樣的 只不過用在 凸面鏡的討論上面 所以 用這樣的法則呢 同學們可以利用 幾何的方法 拿一個尺 拿一個筆呢 就可以很簡單的 就在我們的曲面鏡上面 來畫 決定我們的焦點 決定我們的 這個 決定我們的成像的位置 好這邊我們很快的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個 為什麼我們的 這個 放大率 m呢 我們會定義為 -i 除以p -的 像距 除以物距呢 我們知道 放大率 應該是 像的高度 除以 物體原本的高度 應該是這樣才是 我們的放大率的一個定義 那這個討論很簡單 我們可以從 就以這個 凹面鏡的成像 我們先考慮 焦點在這裡 兩倍焦距在這裡 如果我們把 一個物 一個物體呢 放在 這個 兩倍焦距外 這是我們的 物體的位置 物體的高度呢 就是 A B 線段長 所以我們用當然的方法 穿過進心的 這條 射線 還有呢 穿過 曲率中心的 這條射線 所以他們交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黃色的三角形 跟這個 倒過來的綠色的三角形 他們兩個顯然是一個相似型 因為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角跟這個角一樣 因為這是一個 對稱軸 所以 這兩個角一樣 然後又是都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這兩個是相似型 相似型的對邊呈比例 所以 這個高 跟這個高 相處 D1 除以AB D1 除以AB 應該會等於 C 小C到D的長度 CD 除以 C到A的長度 就是這個長度 那我們知道 CD的長度呢 就是相距 所以我們有個I在這個地方 I在這個分母 我們知道 C到小A的距離呢 就是物距 物體放在離近心有多遠的位置 這就是我們的P 對不對 所以I除以P 就是這邊這個比值 加一個負號 加一個負號 原因就是 我們希望 如果 是 這個 因為是一個反射鏡 反射鏡 所以我們加一個負號 來定義我們的放大率 那麼 這個分數呢 D1 除以AB D1 不就是相的高度 AB呢 是物的高度 就是我們的H' 除以H 當然就是 放大率的定義 所以果然 放大率 會是 負的相距 除以物距 所以是 這個長度 除以這個長度 那麼 記得有個負號 負號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考慮的是一個反射鏡 反射鏡 而不是一個透鏡 好 OK